我覺得他禮拜五應該就會被剪掉抓走 這次的搜索有同步好幾處 具有可能我自己個人認為柯文哲媽媽也會被同步搜索 柯文哲可能今天就會消失在大家的面前了 在這邊跟大家保證柯文哲下半輩子肯定就是在監牢裡面去度過了 尤其是相關的人員啊 例如說應小威啊 這絕對都是逃不掉 接下來請大家再注意還有一個人就是誰 黃珊珊 今天早晨在萬眾期盼之下呢 檢察官搜索了柯文哲的家 根據一些消息呢 這一次的搜索有同步好幾處 當然具有可能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柯文哲媽媽也會被同步搜索 柯文哲到底會不會被檢調帶回去徵訊 我想這個極大的可能性啊 那柯文哲呢會不會被申請擠壓呢 這個很顯然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也就是柯文哲呢可能那個今天就會消失在大家的面前了 會不會被鎮壓長達兩個月 千不該萬不該啊 就是應小威昨天突然的就是要出國 那為什麼他這個舉會有這樣的舉動呢 其實表示應小威也知道說 他這次真的逃不掉了 肯定是會被擠壓起來 而且這個刑期大家也知道是非常的長 那應小威他的這個行為 那個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應小威他是家裡是住台北的 他為什麼不在松山機場飛香港 他為什麼不去例如說桃園機場飛香港 而卻要跑到台中 那肯定是表示說他馬上去查詢 最快速能夠逃離台灣 趕到香港的是哪一個班機 結果一查哇是台中 所以他趕快從台北馬不停蹄的直送台中 結果想不到呢 他早就被禁管了 因為這個 他這個市政 其實就連我們這些外人來看 都已經非常的明確了 所以神信經你看看也深壓獲准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柯文哲了 因為為什麼最大的這些與 而且之前台北市相關的這些局處 經辦的人員 那個都委會都發會的這些人 都已經聽說被約談了 被檢調約談了 大概將近百人了 所以市政整個看起來明確到真的不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子呢 你給這麼大的一個容積獎勵 根本就沒有法源 那沒有法源 你柯文哲還硬要指示 是不是 你要硬要指示說 一定要搞出什麼幾個 幾個這個花招出來 讓那個金華城能夠得到 這麼高的一個容積率 與法根本無懼啊 那公務人員就是這樣子 我們凡事要依法行政 然後你無法無懼的這種情況之下 你硬是給這個財團 光這一條 我在這邊跟大家保證 柯文哲下半輩子 肯定就是在監牢裡面去度過了 尤其是相關的人員啊 例如說硬小微啊 這絕對都是逃不掉 接下來請大家再注意 還有一個人 就是誰 黃珊珊 是來搜索的嗎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什麼好重嗎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又說要吃吧 我們來看來看 我們來看一個大部分 好 待會嗎 我們來看一個大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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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遭到台去 警方遭到寒冬 马上就煲了七香 好主持人我馬上帶你來關心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金山南路的住宅樓下 可以看到現場是非常多的媒體來守候 因為就在今天早上七點半左右呢 簡聯相關人員已經有四到五個人 是進到他的住宅來進行搜索 那在稍後呢大概也會先把他帶去廉政署 接著晚上會帶到北檢進行復訊 那可以看到其實整個柯文哲住家樓下是非常多的人 那柯文哲他的這個坐車也在這邊 因為預計他本來是九點半的時候要出門 來到台坡大樓也就是他的辦公室 但是呢整個檢調人員是早上七點多 就已經殺進他的住宅裡面 那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整個搜索已經將近要兩個小時了 目前是沒有相關的動靜 而對此呢民眾黨這邊也發出聲明 是表示都會配合來調查 不過他們也是說其實不是很瞭解 為什麼簡聯會有這樣子的動作啦 但他們會配合來做一切的相關配合 只是呢為什麼簡聯會來調查柯文哲家 其實跟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放寬 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柯文哲其實在他的市長第二任的任期內 是突然態度大轉彎 來放寬了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放寬到840%這麼高喔 而其實這樣子的放寬標準以及放寬條件 這個榮獎機制是他們自創的 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因此呢這個檢調要釐清的就是說這個放寬的過程 柯文哲是否涉及放水 那這中間是否有圖利的嫌疑 而另外一個釐清的重點就是柯文哲 以及這個金華城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京之間是不是有不明的金流來往 因為呢其實先前已經有爆料喔 包含柯文哲他是有來到了這個桃珠影園 也就是這個沈慶京的豪宅招待所來歡唱喔 昨天柯文哲是自己承認了 說自己呢在選後是接受了這樣子的犒賞 慰勞是去那邊唱唱歌 當時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這個財團大老闆也是市民 因此呢他去唱唱歌唱了一次 不過呢現在有多方的消息傳出 柯文哲很可能不只去了這個桃珠影園唱歌一次 這中間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意見交換啊 或者是有沒有金流的相關問題 也會是釐清接下來的重點 而其實呢相關檢聯單位呢 今天早上是兵分實路搜索了 包含柯文哲的住家以及台坡大樓 以及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甚至呢連副市長彭正希的住宅也再次遭到了搜索喔 那今天預計呢是會傳喚四名被告 包含柯文哲在內的四名被告 那稍後當江人帶到連鎮署之後 晚上會帶到這個北檢進行復訊 而我們會持續在現場 帶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我們會看看 感谢观看